本所于本月份12日受理因民众 拾获一支iPhone 7手机到本所报案 那甘宁民众表示呢 这支iPhone 7手机是在大园区的徐厕港海边所拾获 那经本所远景呢 调阅手机的所有人资料 表示手机是在去年的11月 在墾丁的海边吸水游玩时 不剩遗失掉落到海里 那没想到他的手机经过了两个多月的海上漂流 既然漂到了远在桃园市的大园区的海边 那对于手机呢 在经过两个多月之后呢 人再被找回呢 感到非常不可思议 那不过干领手机的所有人表示 因为人在高雄不便上来领回他的手机 那本所考量手机的所有人 急于领回手机的心情 以及为民服务的精神 那刚好所内的同仁呢 适逢轮修预安台旅游到高雄游玩 于是携请该名同仁呢 顺路南下将手机带至高雄 一并发帮给手机的所有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